大马正至近两天,来情节峰回路转,首相慕尤丁,眼看阿末扎西,要巫统与国盟切割。 昨日宣布委任,巫统议员沙比里,担任副首相一职。 起料大局已定,巫统大多数议员,已经成功被阿末扎西说服,一致决定撤回,对慕尤丁的支持。 巫统昨晚召开最高理事会议后,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公布一则通讯,巫统不会提名公正党主席拿督司令安华担任新首相。 除此之外,巫统决定撤回给予首相担司令慕尤丁的支持,并促请慕尤丁体面下台,及时生效。 阿末扎西指出,巫统做出上述决定,是基于慕尤丁领导的政府,未能稳定政治和疫情,人民生活,困苦等等,这不符合当初巫统支持慕尤丁所定的条件。 他说,巫统定下的两大条件是必须满足人民的期望,与解决经济和管控好疫情。 阿末扎西说,第一,政府无能控制疫情,各种政策不一致,包括只落实半生熟的行动管制令,包括不停的改变措施,使得人民白白被关,接近六个月。 第二,政府滥用紧急状态,用于政治目的,危害人民与经济,并否决巫统,反对紧急状态的声音。 他透露,第三,政府无能维护议会民主。 第四,政府无能管理好提供给人民的各种福利援助,这包括没有良好落实暂缓贷款措施。 第五,政府无法给人民有信心,能够解决社会问题。 自2020年3月至今年5月,国内共发生1099宗自杀案件,如今更有生白旗运动。 第六,政府无能管控国内政局和经济,使得外资对我国政府有能力管理经济和政治稳缺乏信心。 第七,也是最后,政府无能履行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发出召开国会预令。 这是巫统不能妥协的,巫统党章规定必须捍卫马来统治者。 基于这七点,阿末扎西指出,巫统决定,马上撤回和结束对慕尤丁的支持。 他说,巫统促请慕尤丁体面下台,让一名新首相暂时接任。 而新首相的任期,只需集中协助人民抗议,并确保疫苗接种计划顺利进行。 他说,一旦达至群体免疫后,新首相必须劝告国家元首,以还政于名,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大选。 不过,联邦宪法内,没有阐明临时首相职位。 阿末扎西事与,本周四八日,凌晨十二十五时分,通过巫统面子书直播,发表上述声明。 之所以会搞到那么迟财,宣布撤回指出,是因为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,仍然未结束。 出席者为了争论党副主席伊斯麦莎,比里受委为副首相的官职,吵得不可开交。 马来西亚《前风报》报道,有巫统最高理事,不支持伊斯麦莎比里,接受该官职。 虽然是线上会议,但是,有数名党高层到巫统总部开会。 包括党主席阿末扎西,和刚受委为副首相的伊斯麦莎,比里。 巫统高层消息指出,巫统两位部长获得提拔,相信是故意针对今晚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,以影响巫统准备退出国盟的决定。 巫统消息向马来邮报指出,大部分巫统最高理事,已经支持党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,已退出国盟。 他们正试图影响巫统最高理事会的决定,但要求退出国盟的呼声,实际上已经决定。 一旦慕尤丁下台,谁来担任首相? 巫统最高理事认为,巫统应该坚决退出国盟,而且首相职位应该由巫统担任。 消息说,有一些最高理事认为,当下人民对政府不满,巫统应该马上采取行动。 因为一旦接种疫苗,计划成功和病例下降,巫统将会失去最好的机会。 随着巫统宣布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后,公正党策略局主任沈志勤说, 接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不支持慕尤丁,即多达143人。 慕尤丁只获得77名执政党议员的支持,因此他应该体面地下台。 他认为,慕尤丁在执政15个月期间,其政权一直都不稳固, 如今更是失去了多数议员的支持,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召开国会,选出新首相。 他说,在结盟政体下,议员是透过政党来表达支持首相的立场, 如果执政党当中有个成员撤回支持,那么这个政权便倒台。 沈志勤发文告说,尽管有些巫统议员仍支持慕尤丁, 但实际上,这名首相目前所拥有的支持非常脆弱, 因为议员必须遵从党的决定,为何还要支持一位强弩之末的首相? 沈志勤也提出,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三种局面,包括, 第一,首相辞职,而国家元首,如2020年,喜莱登行动之后, 召见国会议员,选出新任首相,或者透过召开国会特别会议, 领选新首相。 第二,首相不愿辞职,政治局势陷入不稳定的状况, 直至在开国会提出不信任动议, 慕尤丁在被罢免后,选出新首相。 第三,首相为了继续掌权,而劝告国家元首, 延长紧急状态,但由于马来统治者, 已经拒绝延长紧急状态, 因此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,极微。 阿末扎西,逼供慕尤丁下台,策划已久的话, 望生区议员东姑拉沙里,早已蠢蠢欲动。 他表明,若我国再次陷入,如西蒙政府倒台后的政治危机, 他随时准备好,出任临时首相。 他说,如果国家有需要,任何人为了人民的利益, 都会承担这个责任, 我们可能在看了很多报道后, 感到害怕而不敢尝试, 但如果这是你的责任, 那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, 就必须承担起来。